江慧珍委员发言 江慧珍委员不在场 本案暂不处理 请林正二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同仁 本院委员林正二等22人 临时提案 为府修正通过的教育部组织法 已经明文规定掌管原住民族教育事项 并且依87年制定的原住民族教育法 也明定教育部应设置原住民族教育专责单位 赴参照100年度教育部提出的 中华民国教育史第一部 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白皮书 以及中华民国教育报告书均具体的主张 教育部应设置原住民族教育专责业务机关 令查教育统计数据显示 原住民学生与一般生存有学习差异 以及资源的落差 原此行政院应于教育部 增设原住民族教育的专责机构 也就是原住民族教育师 以落实保障原住民族教育的权利 是否有当尽请公爵 本院委员里